今天休息一会儿 现在中国的怪事可以说是一件接着一件 在两会期间习近平竟然被捕捉到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表情 这种表情根本不应该在公开场合出现 在习近平我们都知道还有两个杯子 他喝了一个杯子以后 居然整个脸纠结在一起 呈现一个非常痛苦的样子 那如果人讲说可能他喝的那一杯茶 第一个要么就太烫 要么就太苦了 才会这么痛苦 那不对哦 你想想看 他不但是痛苦 而且他的整个身体纠结在一块 而且你要知道 他明明知道这么一样重要的场合 他也知道有电视在拍着他 他怎么可能让自己的情绪这么明白的表露出来 所以这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只有这样吗 还不止 在我们看到两会期间 他竟然把赵乐际找到了旁边 赵乐际等于说是中国人大的一个主席 他把叫到了旁边以后 指责点名他妈 指责整个文件 然后还敲桌子 然后赵乐际一旁 非常谨慎小心的 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这是一个中国在办大事的场合 怎么可能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修理你下面的人 好吧 你说只有在中共内部里面 只有在两会期间 还不止 之前我们就讲过 一个黑头车居然冲到了新华门 直接冲到了新华门 里面旁边还有人家 共产党杀人 其实另外一个更可怕的 今天发生在河北廊坊 三合市的燕郊正旁边 居然出现一个大爆炸 这个大爆炸太不寻常了 因为这爆炸的威力 连六公里外的门窗都会震动 到底什么样的爆炸 会有这样的一个威力 刚刚讲 中国现在一件一件事情 感觉上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 而这样的失控的状态 接着下去 还会发生什么 天大地大的事情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 留意评论大方 是为了财经专家 黄收收听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 电视报东赛 吴指甲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媒体 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深媒体 黄伟瀚 这个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媒体人 张雨萱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媒体人 张雨萱 大家好 今天全世界媒体 在报道这个时候 大家都吓坏了 对 习近平怎么可能 在两会的期间 有这么痛苦的表情 他以前展现的 就是英明神物 曾经讲 十里挑单不换间 我是最强壮的 我是最凶猛的 这么强壮凶猛的领导人 怎么可能 在众目睽睽之下 露出这么痛苦的表情 没错 我们应该都没有看过 习近平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 然后显得突然之间闭幕 然后这个痛苦万分的 这个表情 而且他整个肢体动作 都是相当的痛苦的 这个表情 但想说怎么会 你太可怕了吧 这一幕来说 出现在两会的期间 被人家拍到这样的画面 照理说过去中国领导 都非常重视 他公开形象 绝对不会让你 拍到这样的照片 当然啊 就没想到 居然没拍到这样的照片 好那为什么会拍到这样的照片 因为我们知道 他有两个杯子在他前面 对不对 他就是喝了一个杯子之后 不知道 现在有人就说 是不是杯子太烫 还是说这个杯子里面 装了什么药 他突然之间不知道 喝到之后吓了一跳 太苦了 太苦了这个状况 但是无论如何 他这个表情来说的话 外媒就说 现在他的表情 刚好述说了 中国目前的处境 不是这个感觉是 你感觉上 你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压力 对 很痛苦 对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内外交迫 里面来讲的话 宝杰 从3月7号 江苏省的这个爆炸案 两个爆炸案 都跟习近平有关 他大概也知道 这个当然就冲着我来 我是江苏人大代表团 你为什么在这时候爆炸 所以他是江苏人大代表团 就在人大开会的时候 两会的期间 竟然江苏的 而且是公安厅的楼顶 爆炸 对另外3月10号的时候 居然又有民众 冲撞新华门的大门 这个时候开着车过来的时候 北京的这个车牌 而且这个人显然是不怕死 他到底要做什么 紧接下来 今天早上的时候 在河北狼房的 山河市的燕郊镇 突然出现一个大爆炸 你看这个爆炸 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 看到这个吓傻了 他以为是怎么回事 那当然了 他们现在就说 没有那是因为这个里面 这个天然气瓦斯的引爆 可是这个引爆还说 大家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引爆 这个爆炸的威力相当强 周边的房子 几乎都被移成平地 所以还有人说 五六公里之外 都还感觉到这个震动 越来越都在习近平 或者他跟他相关的 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表情 另外就是习近平 你除了表情非常痛苦 非常诡异之外 你怎么会在公开场合里面 直接教训 现在的人大委员上 赵乐际才敲桌子 对 没错 好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两会 有非常多怪异的事情 譬如说像慧琪给他缩短了 然后另外一个 习近平没有闭幕演讲 照理说过去 这个国家主席都会有一个闭幕演讲 他没有闭幕演讲 然后总理也没有记者会 他们现在都不对外说明这些事情 另外一个比较诡异的一幕是什么呢 很多记者或是很多媒体 都捕捉到了这个一幕 是什么 他公开训斥赵乐际 公开训斥 对 那赵乐际是谁 赵乐际是中国人大常委的委员长 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领导人 就是他当众训斥他 当然过去大家都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画面 过去中国领导人 中国的领导人们 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 这样子的训斥别人 或是公开场合 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这个意见表达出来 再让大家看到 人大委员上也算是第三号人物 对 而且他这一幕是什么时候呢 宝洁你知道 因为当时是应勇还有这个张军 他们在发表一些相关的这个政法 相关报告的时候 当时报告的时候呢 全场是一聘鸡鸡的 因为他们在那边听他的声音 所以这个声音其实是很小声的 就是说会场只有那个演讲的声音 但是他们都听到这种 哭哭哭哭哭的声音 为什么会有哭哭 大家想到底什么 为什么会有哭哭哭的声音 就是习近平当时在怒刺 敲捉怒刺赵乐际 所以我讲还不够 对 我还气到敲捉呢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你看后来赵乐际整个表情 是相当相当的尴尬 很严肃这样做 你看这好像就是 由一个上对下这样的观察 他就是很害怕 习近平你老大哥都要讲什么 好 那为什么出现这一幕呢 其实好像是有人指出了 这个相关报告上面的问题的时候 跟习近平讲 那习近平就把赵乐际叫过来 就把他训斥了一顿 讲了好久 讲了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讲完之后你知道 赵乐际回去做什么吗 他从头之后从头到尾 他再也没有抬起头了 一直在那边做笔记 这样子来来回回骂了三分钟 然后后来就一直做笔记 再也不敢抬起头了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是公开训斥 人大常委委员长的一个局面 好 那你刚才讲的 今天是在北京城 这是北京三环 北京三环往外吹 在河北狼房 其实离没有很远 这个地方 这个燕郊镇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北京 就在这个区域里面 发生大爆炸了 对 没错 因为它爆炸的时间点 是在上班的时间点 抱歉 如果是真的是上班的时间点 他们说是什么瓦斯爆炸 可是如果上班的时间点 怎么会有这种状况会发生呢 而且周边的这个建筑物 都被炸了一塌糊涂 你看这个很多车队 都被这个灰尘掩埋了一大堆 然后他们就说 啊 是这个 这个是炸鸡店 然后它是瓦斯爆炸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很多人就说 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说因为目前为止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爆炸物署 旁边来说的话 他说这个受损的建筑物里面 有一个高官的招待所 高官招待所 所以是不是为了这个高官的招待所 我把它炸掉了一个状况 那甚至后来 中国网友就比你 你看 这是这个北京厌郊 发生的大爆炸 接着 哎 等会们看 它是整栋楼 对 全毁了 对 你觉得这个 瓦斯爆炸可能炸成这样 不只是它炸 旁边很多建筑物都炸掉 如果我跟你说 哎 你看乌克兰的这个爆炸 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加萨走廊的爆炸 是这个样子 你也会觉得这个 有可能是这样啊 哎 所以 你把河北宴郊的这个大爆炸 对 跟乌克兰跟加萨走廊的对比 对 有过失而无不及 当然啦 你看 它整个很多主建筑物的 这个钢筋骨都被炸掉 这个绝对 你看 它们都还存在 而且这钢筋都扭缺了 对 都扭缺了 你就知道这个爆炸威力是强大 你看 这再怎么炸 你看 它也没有把上面的建筑物栽 这上面都完全被炸空了 你就知道这个炸爆炸能力 力量到底有多大 你看嘛 那个是等于说这个Longer 那是一个远关的 你近看的话 是 你就会知道 那个爆炸威力更可怕 你现在看到 仔细看才知道 哎 它的钢筋完全都扭曲了 对 我们看到这原警来说 看不出这个伤害 但你仔细看 保杰 你仔细来看 这炸到什么程度 炸到你看钢筋都不见 不是扭曲的 有的钢筋是不见 整斗楼就消失了 然后你看这个 你看 几乎前排的物资 完全都不见了 太可怕了吧 所以你要说 哎 这是瓦斯爆炸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这个好像是被飞弹打到 还是有爆炸的这个状况吗 你对比乌克兰 或对比加萨总裁 你就觉得说 哎 这真的是一个战争局面 那当地的 就造成两个人死亡 22个人受伤 但是目前为止 可能伤亡的数字 持续还在增加一个状态 这个不看不知道 看了真的吓一跳 对 而且我跟你讲 他距离北京市 只有6公里 就很近 所以搞不好 北京市很多市民 都感觉到 也会有震动 爆炸了这个声音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搭配上 最近的这个诡异气氛 好 那诡异气氛来说 最近还有两件事 我觉得非常诡异 第一个 因为紧接下来的话 他们有一个 跟外资的这个会议 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中国的 对外贸的 这个经济会议里面的说法 总理都会参加 这次总理不去了 李强就说我不去了 你看 奇怪 你最近不是要求 外资来投资你吗 你居然不跟外资见面 以前互客到了中国 以前达利奥出中国 那个中国最重要的会议 就是这个经济峰会 经济峰会一直都是 总理召开的 这个时候全世界来 中国干嘛 我就要跟你总理打交道 我就要跟你总理聊天 我要从总理嘴巴 知道我未来的走向 如果总理不召开 那其他人还来吗 对啊 所以你要 你总理居然不出席 那到底我们这个会 要开什么 另外第二件事 宝洁你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的万科 就是中国的这个 非常大的这个 这个房地产的巨拨 他呢 因为他负债非常多 他可能要倒闭了 那倒闭的时候 因为他是有国家的 这个身份 他是深圳市的国资委 他有这个身份 是他的大股东 然后他的领导人 万科的这个预量 都已经跟国家求救了 就没到国家就说 这个习近平他们就说 那请这个银行的贷款给他 那大约莫是800亿左右 这个人民币给他们 结果宝洁你知道出现什么状况吗 他们的银行 不愿意贷款给他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我贷款给他的话 搞不过我们会受到牵连 现在连 是不是人家就觉得很奇怪 连万科都要倒了 你连这个万科要倒 而且你连银行都叫不动 你看万科到底多重要 这是外媒的报道 那万科的deliver 就是说他的这个 他是开发商 那我又break china's break back 就是会压断中国的脊梁股 整个背都被压断了 就是那些公司 中央说要去救 就没想到居然银行团不同意 虽然事实上目前为止 中国出现了很多怪象 都是我们过去 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状况 怎么办 我们知道习近平以前 展现在外面都是英明神物 非常强悍的人 实力挑担不换肩 可是怎么会在 两会期间 出现这么痛苦的表情 你看李强 李强在当天这个会议上的时候 他有好几个特殊的表情 第一个他拍他拍手 他拍手的时候先看习近平 先看习近平 习近平可以拍的 他就开始拍 他从来没有 但是看习近平拍 他开始跟着拍 所以习近平没有动作 他不敢有动作 然后你看到第二层的 这些老干部 比较 比较没有什么前途的人 我就在那边 懒洋洋的也有 所以各种拍手的节奏 跟他们的表情 都跟他们的前途 跟他们的职务发生关系 但是总的来讲的话 就是他太监跟宫女的 这个百分比是提高了 李强是大太监 对不对 从他的总理变成太监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很简单 赵乐记 你看到李强打小报告 打小报告去告赵乐记 然后李强拿一个 他们这个所谓的 因为人大报告 人大报告是整篇报告 一大堆好几万字 那其中有一部分 讲到这个高检法 就是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跟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里面有一些部分 大概讲写的是 他们都照实 照实报告 可是他听 我听说 说讲到 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习近平 打贪腐以来 他抓了总共有 抓了好像一百多万个官员 对 那问题就发生一个毛病 这一百多万官员 你把他变成一个 业细人知道吧 那你要搞 文革十年浩劫 搞了十年也搞一百多万 你都效率那么高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 他这是打小报告 他就拿给习近平看 习近平看完之后 就把赵乐记找来 就把赵乐记找来 拍桌子给他看 那我请问你 那这个是表演 这个画面还在不在 在 还在就表演嘛 表演给谁看嘛 表演给中国14亿的老百姓看 喂 今年的两会 真的怪事特别多 今天刚刚讲到 居然在开国际记者会的时候 有一个女记者 居然有一个人 坐在低牌的人 冲上去闹场 就现在 精彩了 她在中国大陆 炸开了 有桃色 有各种传闻 今年两会太精彩了 保洁哥我看得吓死了 而且观众朋友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画面呢 在这个央视转播 当下是立刻回到主播现场 因为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注意看 旁边左右两个随乎都冲上去了 因为可能记者会结束了 今天记者会到这边 就结束了以后 大家擅长了 记者纷纷站起来 拿自己的笔电 笔记本 结果这女记者呢 她是坐在 保洁哥负责任奖 第一排 第一排 但是不是在中间 是在右边 没有错 然后呢 因为她整场 你倒带回去看 她不断的举手要发言 举了至少 可能有十次以下 没有叫她 没有叫她可能不高兴 所以我说 站在我记者的角度想 她很积极嘛 她可能要上去 补问一下她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对不起 她被制服了 所以她没有 到主席上去问她的问题 可是你是在中国 在中国现在传说 她是人民日报 在人民日报 在中国 你怎么敢随便 轻举妄动 你这样一冲 你饭碗都没了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先讲 中国大陆网民的反应 就是这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第一排 一定是对不对 熟悉的 或是党媒 或是大媒啊 那她搞什么东西 她冲上去干嘛呢 把这个整个 整个场面给搞完了 她是想干嘛 结果 这个我们不认识她嘛 人民日报的记者 她叫李新平 就这个 对 长得很漂亮 她一直 冲上去的是这个 有智慧又有美貌 然后她又是专业 人民日报记者 她往上冲 被制服了 而且 她现在为什么 她当然是财经 因为她那场记者会 两会的时候 是财经的这些主管 在讲话 财经主管里面 带头的那个人 坐在中间的 她叫郑三杰 那郑三杰 我们谈到民众不认识 我告诉你 国务院的副总理 何立峰是她死党 那郑三杰 她怎么来头呢 我们现在看到 她已经坐在中间 七个人她坐在正中间 你说这个就是郑三杰 她是国发委的 这个就是 这个党的书记 然后也是主任 她是国家发展 与改革委员会的 党委书记 那你今天 两会之后的记者 会由她来主持 坐在这中间 人家是个大官嘛 又是财经专业嘛 谁知道 有一个人 她叫蔡胜坤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讲什么东西 要由索本 我真不认识郑三杰 我也不知道 李新平是谁 但是这个蔡胜坤呢 她是从东西大陆 跑去美国的 独立评论员 开YouTube 开油管 每天讲一些 大陆的内幕 结果她就直接告诉你说 她先讲 她说郑三杰是什么人 她说郑三杰本来在厦门 是一家工厂里面的技术员 然后呢 因为她有个死党 就我刚刚讲的 何立峰 因为死党的关系 所以就平步轻云 水涨船高 从厦门工厂的技术员 干到浙江的省长 前一阵子还干 安徽的省委书记 现在爬到了国发委 然后因为何立峰 是习近平最倚重的 财经幕僚 财经的这个副总理 所以呢 他今天就这么重要的 开启者会 没想到 宇习泽一直举手 举手在问财经问题 也没事啊 对不对 计委结束 你冲去干嘛呢 他说不是 他说这个人 李星平是郑三杰的情人 所以呢 他杀情妇 等一下 他长得这么漂亮 刚才讲 这个就为什么 这个就他主持人 叫人民网的麻辣财经 麻辣财经 这个就是李星杰 然后这个就是郑三杰 刚才讲 他们是在主持访问他 访问他了以后 举手不行 他就冲上去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 蔡胜文讲得到 是不是真的啦 但是这个李星平 他会冲上去的事情 确实是非常的不寻常 你平常 你是人民日报记者 其实约个访 或者是这场记者 没问到问题 下次可以再排专访 对不对 或者是说来一个特稿 所以你既然可以坐在第一排 表示你的分量是够的 但是现场却搞出了 这么大的一个动静 那因为呢 郑三杰 他可以牵扯到何立峰 何立峰呢 又是这个 这个习近平的重要的幕僚 大家想说 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如果是的话 那今年的两会 所发生的事情 还真是特别多 好 所以请问 今天这两会事情太怪了 第一个刚刚讲的 习近平那个痛苦的表情 还有习近平在公开场合里面 居然就敲桌子 去骂赵乐际 骂赵乐际的内容 居然是李强 你是总理 总理跑去打小报告 这就算了 刚刚讲那个 那个冲上去 我们最近也奇怪了 你是住在第一排 一定是有头有脸 一定是大爆的 你怎么可能冲上去 搞了半天 他说 他是他的情妇 他搞了半天 他是去闹场的 对 习近平 他已经够衰了 你知道 整个中国内部的经济 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结果呢 你看到 我就算把两会 把它缩短时间 结果每天都有闹事 还是闹事 对 新华门前面有轿车冲撞 然后到处爆炸事件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就习近平心里 有苦说不出 那怎么办呢 这个国家怎么被我 搞成这样子呢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还有比它更加严重的 因为我们知道 11号两会结束之后 结果12号 中央军委会 马上发布一个消息 这什么消息呢 就是有一家公司 叫做中国远东 招标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在干嘛的 这家公司 你可以看到 在中国境内 能够挂中国这两个字 中国远东国际 招标有限公司 你说能够挂中国的 都非同小可 这绝对是国企的概念 那你想想看 这家公司在干嘛 它从2004年成立以来 一直到现在 解放军的 政府部门的 所有的招标案 包含那个 机密的招标案 都由它上网公告 然后现在它被举报了 举报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因为它透过维信 还有互联网的 这个所谓电子邮件 等等之类的 泄露国家机密 然后现在解放军要求 就军委会要求说 所有解放军的部门 不能跟这家公司在合作了 这家公司来讲的话 等于是什么 它的所有业务 全部都就解除掉了 那你想想看 在2004年 能够拿5000万的人民币的资本 来成立这家公司来讲 这家公司绝对背后有什么 有政府支持嘛 我们再回顾一下 2004年那时候 军委会主席是谁 就是江泽民不是吧 然后后来才交给这个胡锦涛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会不会又是一个 什么东西 就说 就你的角度来看 这个爆炸了 从新华们了 都没有这件事情到 这个等于是 动摇解放军的根本 你等于是 解放军在做采买的 出大事了 对 那所有的解放军的 所谓的底细 那就透过这家公司 是不是往美国送 也就是说 习近平最在意的什么东西 其实那些爆炸案 陈勤案 陈抗 那个对新卑民来讲 都小事情 重点是什么东西 强杆子 那解放军底下的人烂透了 整个烂到哪里去了 这个是说 所有的东西资料 都往美国送 那所以之前不是在处理火箭军吗 因为火箭军资料不是在美国 那边都拿到了吗 那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它承包了非常多的 战略资源部队 你知道战略资源部队在干嘛吗 我们说解放军有五大军种 陆海空之外 就是火箭军跟战略资源部队 李尚福就是从战略资源部队出来的 结果李尚福现在也被拔罐了 不是吧 对啊 那战略资源部队里面 重要两个东西 一个叫网军 一个叫太空军 他们叫天军 那这两个部门来讲的话 就是美国最在意的 所以这家公司来讲 你想想看 这家公司 它的公司总部在哪里 旁边这张图 它就在二环 就是雍和宫的附近 雍和宫附近这家公司 这个 它另外旁边有个单位 它的雍和宫旁边 对 它旁边有个单位叫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这个交流中心的 这个主任 其实都是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去兼任的 也就是说 这一栋楼都是政府机关 中间还升了一个五星旗 在这种政府机关 在国庆当中 竟然还泄露国家机密给美国 所以泄露给国外 不一定是美国 所以可以一件事 习近平在心里想了 我的解放军不能打仗 我的解放军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你到底是忠不忠诚 到时候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 会不会枪杆子变成他对他自己 所以他没有可以相信的文官 他也没有可以信任的将军了 是啊 你看这家公司 它承包过什么东西 人民解放军31003部队的 这个AI智慧的这个标案 也承包过像包含昆明市的这些民兵的相关标案 还有这个什么 有关发动机 就是有关于航空的 太空事业的发动机的这个相关标案 这些都是他这家公司承包 而且他这家公司成立之后很厉害 在全国21个省份都各自成立分公司 所以他的这个绵密底细 因为有人怀疑说 背后根本就江泽民的人马 或者是过往来讲 所以你说解放军里面最神秘 最核心的采购 就是由这一家公司负责的 这个远东采购公司 居然涉嫌泄密了 那这家泄密整个来往的话 全部中断 然后现在军委会下令说 不能跟这家公司来做生意 所以代表习近平心中 因为这军委会主席 不就是习近平吗 习近平绝对知道 这个整个背后的来龙去脉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你看包含这个国防部长 李尚服下来之后 结果换上董经去 结果今天美国的这个前这个什么 前将军就曾经嘲笑中国说 十年内没办法打仗了 完全没办法打仗 因为给中国在十年 也准备不好打这场战争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有苦说不出 他的脸色那么难看 其实更重要的是 他枪杆子已经出了问题了 好 会主席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的经济是百病齐八 房地产垮了 现在很多的经济都垮了 垮了以后有个非常关键事 他看到什么 他现在唯一最强的就是电动车 电动车基本上占他GDP 八八不高 但是他是唯一能够成长的 现在恐怖在哪里 恐怖的是 比亚迪之前不是很强吗 比亚迪之前都已经压过特斯拉 你压过特斯拉 照理讲 你已经是等于说是 整个中国的领头羊 可现在比亚迪的市值 居然突然的蒸发了20% 为什么20% 本来欧洲是他非常大的市场 现在他的车 全部蹲在这个欧洲的广场 进不去了 是 完全进不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说 你主要是品质控管太差 真的非常荒谬 第一件事情 在2024年1月的时候 伦敦有一个比亚迪的 跟比亚迪产出的公车 在伦敦跑 跑跑跑 失火了 所以后来发现 比亚迪在英国失火 对 就这个 就后来一吓死人 那个人敦的人命很贵 就是如果你想你搭这个公车 如果你真的做了什么事情 人民受到损害 赔死 所以你说中国的电动车 我们要在中国失火事故不断 就算了 你跑到欧洲失火 所以他这一把火 马上两千辆这个类似的公车 全部都停死 全部都叫回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一把火烧出了比亚迪的 控管的品质的问题 还有哪里 日本 其实日本我们之前有提过 就他车子现在有刮痕 刮痕是所有事情里面最小 但是日本人 你也知道日本人就很严格 没有 你给我拿回去重新弄 所以日本的这边也是贴到铁板 还有哪里 欧洲 欧洲发现说 怎么比亚迪的车子运到我们这边 欧洲的时候一检查 里面都已经涨霉菌了 后来就发现说 车子涨霉菌 车子涨霉菌 他们就说车子会涨霉菌的原因 就是你有一个工程没有处理好 所以导致在整个运送的过程里面 进来涨霉菌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比亚迪的控管真的不行 看起来水水里面都凹凸凸凸 然后另外还有哪里的 还有泰国 泰国就发现说 怎么他比亚迪的油气跟他的塑胶 竟然是分开了 送他这边 我打开来车子这样解体 那这也太好 然后还有哪里最好笑是以色列 为什么 他们说 以色列 比亚迪的车子停在那边 就后来发现他的车顶 有一些人会把他的车子 行李放在车顶 因为车顶行李太重 车顶就凹了 车顶凹了 所以以色列的比亚迪的高管说 你知道吗 我们的客户又一句话形容 就像是你去一个 看起来很漂亮的一个饭店里面吃饭 结果发现你用的那个碗 所以就简单讲 就是经绪其外 败绪其中 所以现在就发现说 比亚迪 外销本来以为可以销到40万辆 就没想到2023年 今天全部销售只有23万辆多 然后在他整个销售量只有8% 然后8%想说 那可能是去年不好吗 今年再好 没有 因为这刚刚提到了 1 2 3 4 5 6个市场 全部都传出贫困不了 今年更是崩垮了 更是崩垮了 所以现在都发现一件事 大事件 什么是大事件呢 比亚迪本来认为说 今年我们的目标 至少在海外可以看到40万辆 所以他就用那个船 1月份的时候 就弄了7千艘的车子 载着那个船都直接过去 结果他们讲说 等一下 你再过来干嘛 我们的库存里面还有一万辆 所以现在发现说 所以这张照片是在中国江苏的泰昌港 泰昌港有个国际货柜码头 这些很多都是比亚迪的车子 整装待发要出去 结果出不去 现在这些车子都还压在泰昌港里面 是 然后已经好不容易出去了 一艘大概有7千辆的 就后来人家发说 你现在再过来干嘛 我们欧洲市场就有库存 就上万辆了 所以现在发现说 比亚迪这个事情 真的是很大条 比亚迪大到有自己的货船 他 我跟你讲 因为他们真的认为 他们以后会大杀天下 他据说光这个货船 货轮 他定着轻骚 所以他就说现在怎么办 一骚运过去都卖不完 他们就说 为什么会出口踢到铁板 主要有几件事 第一个 全世界 因为气候异常的关系 发现那种电动车 太冷 太热 怎么样都不行 所以需求开始疲软 第二件事情 定价刷太高 你知道吗 同样的车款 在德国 竟然卖4万美金一辆 在中国只要2万 腰斩 那心里想说 拜托 你到底是来呀 还是捧个 你怎么奥来呀就奥来呀 你给我卖捧个的价钱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 而且你把我当攀啊 就完全是攀 第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质量控管不好 所以现在比亚迪就贴到铁板 那你不要就以为只有比亚迪 贴到铁板 连比亚迪都贴到铁板 那你更何况其他的 中国还有其他 比如说什么高和汽车 这高和汽车更有趣 还有停工6个月 对不对 据说现在目标 要转跨成食品业 开始直播卖食物 卖车子变卖吃的 对 他们在宣布 认真宣布 退出了汽车业 即将跨上食品业 因为所有车子都卖不掉 该讲的 现在美国很坏 美国现在趁你去要你命 现在刚刚美国就好 他现在武上空不见在这边 然后最近不是那个冰吞吗 冰吞是在台湾前后 都是F22 而且现在不断的卖F35 在这个地方 今天更夸张的 他的NASA那个 他号称说要去看空气 清晋机的空气侦测的 他又来台湾了 太平凡了啦 哪有人这样一直来的 因为先前这个空气 这个清晋机 他是NASA的飞机 他已经来到台湾两次了 就保留客人知道 他今天又来了 他来第三次 而且他是从一样南韩的乌山基地 各位这是美军基地 你看他一路这个线怎么画 又来了 再画再画再画跟你讲 第一岛链 对嘛 把这个海峡中线第一岛链给画出来嘛 就画完之后 他今天做了一个飞比寻常的动作 他竟然给你冲场 各位 什么冲场 冲场什么时候会有 国庆大典的时候 军事表演的时候 飞机比如说幻象2000摇滚 我们看基地开放的时候 才会有冲场 你说这个是哪啥 在台湾的基礁 对而且它是低空 大概15公尺 各位啊 这个飞机要飞这么低 它也是有高难度跟危险性的 平常做这种都要测书 但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动作 他跟你讲 因为我要测空气品质 你鬼相信啦 是我要测高雄的空气品质 然后连续来三次 所以很显然 这个美国的动作 然后平平这台DC8 它是有它的目的嘛 而且跟各位报告 原本呢还有另外一台 叫做G3的 也要来 那是因为它刚好在税休 所以就没来了 否则你会看到两机 搞不好交错纵横 接连登场 那你讲这个怪事情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有一个计划 已经揭露了现在美国的目的 这个计划名称很神秘 叫做迷雾计划 其实迷雾计划 因为它是MIST 英文NIST 但其实它的整个 中文翻译叫做什么 我们要评估 在海峡两岸 可能发生威胁的状况 对我们的冲击 以及影响 这个计划有多了不起 跟各位报告 不多 30个国家 高达260个哦 这种国会议员等级 大家全部共去一趟 就他们评估出来的数据 很吓人 如果把整个海峡封锁 法律根知道 会损失多少金额吗 全世界10兆美金 他讲我们整个 包括晶片啊 包括我们的航运啊 都有可能大量的损失 但讲白了 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 其实只是在替自己 未来可能替台湾伸出援手 提前背书